杀狱界是联盟星域两大杀手组织之一 数万年来嚣张跋扈 为休真联盟暗中处理了不少不安定因素 因此很少有人敢来招惹 而如今清水却带着王林墙闯杀狱界 清水更是直接对上了副界中 那么清水与王林能否全身而退呢 经继续收看《仙逆》第二百四十五集 清水将手中老者朝着身下猛然暗去 就在这瞬间 在这崩溃的高塔底下 立刻飞出一道紫色长虹 这长虹一分为二 其中之一直奔远处的王林 另外一道瞬间穿透了黑衣老者的身子 直奔清水仙君 紫光弥漫天地 竟然将清水的蓝光封印完全压过 清水眼中杀鸡一闪 右手使者莫然间便有红光弥漫 体内急剑恢复凝聚在这一只之上 与那紫光在刹那间碰到一起 轰了一声巨响 疯狂的回荡开来 那紫光被生生逼腿 闪烁之下却是化作一人 此人是一个中年男子 一头紫发飘摇 双目露出杀气 此人正是杀欲界借助 凌原子 清水身子同样退后术步 盯着那紫发男子 眼中露出滔天杀鸡 紫发男子冷横一声 身子一冲而出 掀起大片的紫物 一晃之下 居然有六个分身从身体内幻化 一同冲向清水 清水带着杀鸡冲入雾气内 与那紫发男子展开了厮杀 二人均都拥有极尽 一时之间紫物内阴寒弥漫天地 再看亡灵这边 他神色冰了 身子往往在融入天地之时 便会斩下一人 此时身子刚从蓄雾中踏出 却是猛的抬头 双目瞳孔一缩 只见一道紫光从远处清水那里漠然而来 这紫光速度太快 更让亡灵内心一沉的 则是这紫光内 他感受到了一丝寂静的味道 亡灵身子急持后腿 与此同时右手虚空一抓 眉心之上古神星点急速旋转 瞬息间 在亡灵右手之上 便有无数金光凝聚而来 转眼间 一把束长大小的灭身毛幻化而出 被亡灵抓着向前狠狠地抛出 与那紫光刹那间碰钢在一起 轰了一声巨像回荡天地 紫光崩溃 化作一股无法形容的冲击 向着四周疯狂地散开 一些闪躲不及的修饰 直接便被冲击临身 肉身砰砰崩溃而亡 灭身毛没有丝毫损伤 只是六暗胆 重新回到亡灵手中 古神王族法器竟然可以抵挡激进 王旅眼中露出金光 手中长矛剑剑消失 王旅后退一步 再次消失无影 出现在了一个鲨鱼界修饰身后 神色冷漠 一直点出 四周的鲨鱼界修饰 此刻所生不足上败 这些剩余之人都是修为不落之辈 此刻一个个环绕四周 彼此双手掐绝之下 确实立刻便有阵阵咒语之音回荡 刹那间 整个鲨鱼界都开始震动起来 四周漂浮的一个个大剑建筑 立刻便有十一座大范围崩溃 只见十一道金光闪烁中飞出 在四周修饰咒语的加持下 竟然融入了虚无之中 片刻后 亡灵在远处虚无一闪而出 在他的身后 十一道金光追击 几乎瞬间临近 这十一道金光内 各自都有一把银色飞剑 这十一把飞剑 正是当年第一任戒主 搜集天下精铁锻造 经过无数万年鲨鱼界的滋养后 几乎成为了绝代凶器 十一把飞剑追击亡灵之势 在其上更是有无数历年来 被杀欲见所杀 修饰魂魄七里之声起伏 环绕四周的金光之中 向着亡灵疯狂的追击而来 仿如要把他拉入旗内 亡灵眼中露出寒光 这十一把剑的确即将 尤其是这些剑 全部都是同一时期锻造而出 更是同时经历了 一模一样的岁月祭奠 彼此之剑已经有了相声的七灵 若是能全部拥有 比当年零天后的四道元神之剑 都要搞出树筹不止 亡灵眼中金光一闪 舔了舔嘴唇 他知道清水让自己同行 需要自己知处并不多 而是想要送自己一场造化 报答自己在虚无内的照顾之恩 就在这时 四周近百位修士中 立刻飞出三人 这三人 两个是亏孽中期 还有一个老者 达到了亏孽后期 这老者在亡灵与清水出现后 谨慎地躲藏在后 直到此刻才现身而来 这老者一拍储物袋 立刻便有四个白玉葫芦飞出 这四个葫芦晶莹剔透 散发柔和之光 在出现的瞬间 老者双手掐绝向前一指 经宝葫芦杀人 这四个葫芦默然旋转 身子一阵 四道乳白色气息喷出 化作四个妙慢的女子虚影 直奔亡灵飞去 老者旁边的另外两人 也各自展开神通与法宝 其中一人右手在额头一拍 一个黑色的圆丹从天灵飞出 立刻化成一片黑水 迎风见长 只是片刻就弥漫半个天空 如同海水一般 向着亡灵横扫而去 最后一个修饰 全身涌现大量血光 皮肤之上甚至还有无尽血丝弥漫 双手掐绝中向前狠狠一指 只听砰砰之声 在这修饰体内回荡 无数血丝穿透其身体 形成大片的血丝之网 交错之下向着亡灵疯狂的缠绕 亡灵目光一闪 嘴角露出冷笑 张口吐出十八地狱风仙影 在此音出现的瞬间 阵阵凄厉之后从其内传出 亡灵右手一指 刹那间打开了十八层地狱之门 其内无数冤魂疯狂的冲出 亡灵低河一声 撒斗成兵 轰然间 无数魂魄弥漫天地 向着四周冲击而去 尤其是其中邪阻之魂 仰天一声咆哮 亡灵施展了撒斗成兵 便没有再去关注 他的目标 是身后追击而来的十一道金光 亡灵大手向前一抓 立刻便有古神之手幻化 抓住其中一道金光 刚一抓住 亡灵便感觉手心一阵刺痛 他眼中寒光一闪 抓住着金光立刻后腿 全身原地迅速运转 古神之力狠狠一腻 却惊讶地发现 竟然没有把那金光捏散 反倒引起了金光那剧烈的反弹 更是在那金光之外 幻化出了数万魂魄 带着一张张扭曲的面孔 向那亡灵吞噬 亡灵眼中泪光弥漫 他的元神为太过雷龙 可行驶天地之间的雷之权力 此刻露出太过雷龙之身 向着天空便是一声雷之咆哮 天地震惊 针着雷霆从四面八方 疯狂地凝聚而来 几乎水溪 这鲨鱼界就成为了雷之地狱 轰隆隆的雷鸣从天而过 不断地回荡之下 四周的修饰一个个双耳轰鸣 就连天空中厮杀的清水与紫发男子 也未知侧目 清水眼中露出赞赏 那紫发男子则是阴沉如水 雷声呼啸之下 好似凝聚了天地间一切雷厉 所有的雷霆都要屈服 在亡灵的一声雷吼之中 疯狂地向着他的右手轰击而来 这一幕 仿若亡灵手中握住了天地之雷 把一切雷霆全部吸引 亡灵一声低喝 手中金光外幻化的数万修饰残魂 一个个露出惊恐 在那无尽雷霆来临的刹那 一个个的害怕沉浮 金光碰的一声崩溃 在亡灵的手中 出现了一把银色的七尺长剑 四周的数万魂魄全部融入剑内 此剑剑身之上 刻着一个九字 此剑长七尺 宽三寸 仿若一道月光斑 又灵力之一散出 亡灵右手在其上一拍 神石深深地留在其内 顿时这长剑名音大阵 一道剑气直接冲出 在亡灵四周漂浮游走 亡灵眼中露出心细 转身一化 直奔下一把飞剑而去 四周的鲨鱼节修饰 此时被撒斗成兵之术 幻化而出的战魂围绕 亡灵一步踏出 右手在虚空狠狠一抓 立刻又一把长剑 被亡灵抓在手中 此剑挣扎极为剧烈 剩余的九把长剑一晃之下 直奔亡灵而来 更是在飞来之时 九把长剑竟然相互融合为一把 直接刺向亡灵 亡灵双目寒光一闪 后退中抓在手里的飞剑挣扎更为剧烈 他冷横一声 左手掐绝 立刻一道道禁止 凭空出现印在飞剑之上 被亡灵一把扔入储物袋内 那九把飞剑合一而成的大剑 在无尽剑芒环绕下 已然临近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 鲨鱼界远出的平地内 一个红袍中年男子一闪而出 这中年男子身子溯入闪电 转眼就来到了大战的中心 右手虚空一隐 四个妙慢身影 立刻在这男子的牵移下 破开了重重阻碍 直奔亡灵而去 这中年男子更是紧随其后 整个人仿若化作一道红烟 冲向王林 他在这里已经隐藏了很久 一直在等出手的时机 王林立刻便心神一振 身子毫不犹豫向前迈去 与那九剑合一交错 右手掐绝向后一指 口中低吟 呼风 瞬息间 天地之中便有黑风呼啸 化作了三头黑龙咆哮而出 那四个妙慢身影 立刻缠绕在一头黑龙之上 这黑龙阴寒的双目 不由得露出一丝迷茫 但其余两头黑龙 却是没有任何停顿 直奔中年男子 所化红烟而去 一声长啸默然而起 那红烟喷得一声消散 化作中年男子 此人双目如炬 向前一晃之下 整个人仿若虚幻透明一般 竟从那两头黑龙之间穿透 向着王林 以极快之速迅速接近 王林眼中金光一闪 他之前便内心怀疑 这鲨鱼界内竟然没有静脸修饰 原来是他神识还停留在窥脸初期 根本就无法察觉 静脸修饰的存在 但此刻 在看到这中年男子的瞬间 王林立刻便感受到了一股 有别于碎脸老怪 但却远远超过窥脸修饰的气息 王林深吸口气 眼中露出一股战意 准确地说 这是他此生第二次战境内修饰 第一次是协阻 这第二次 就是眼前这个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没有协阻强大 只有静脸出气修为 中年男子右手在旁一甩 顿时那九剑合一立刻一阵 徘徊在了此人身边 发出沉浮的剑鸣 王林眼中寒光闪烁 不再后退 右手狠狠一握 直奔前方而去 那中年男子尽管神色从容 但内心却是忐忑 他有些看不透王林的真正实力 乍一看与自己的差距 如同天地鸿沟 但仔细观察着许牧之后 就有一种心惊肉跳之感 仿若在对方的身体内 隐藏着一股极强的气息 中年男子没有小看王林 而是把对方荡成了同等级的修饰 目光一闪 右手掐绝之下一只天空 顿时在他四周无数光点幻化 瞬息间向着其手心凝聚而来 王林前行中瞳孔一缩 竟然是静念修饰 才能施展的抽取天地之力 中年男子右手向前一致 手中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来的金光异衫 化作了大片的黑色沙土 这并非寻常沙土 而是充斥了天地原力幻化而出的红则荒土 每一粒沙土中 都蕴含了极强的天地原力 除此之外 更有一道道阵法包含在内 沙土所在 一片红则 王林右手握拳 眉心第三幕隐藏之下 古神兴点急持旋转 融入手臂之内 向前狠狠的一击 王林这一拳轰击 立刻就有古神手臂幻化 仿若巨人之手握拳 横扫而去 古神之力对抗竟力修饰天地原力 那红则之杀铺天盖地 在王林古神之权临近的瞬间 中年男子眼中奇异之光闪烁 不见红则沙土瞬间相互凝聚 化作一只与王林古神手臂一模一样的巨大拳头 中年男子双手伸开 一挥之下那巨大手臂 莫然间与王林一拳轰击在了一处 轰轰之声疯狂地回荡在这鲨鱼界内 更是掀起一场风暴 向这四周横扫而去 有一些闪躲不及地修饰 立刻被这风暴卷住 神不由己地被拖入风暴内 化作血雾成为了风暴的一部分 在这风暴的正中心 沙土组成的巨大手臂 碰得一声崩溃 化作大片沙土倒卷 王林身体同样一阵 右臂瞬间麻木 片刻后变起了阵阵刺痛 身子更是背着旁边的冲击横扫 不断地向后退去 看到这一幕 中年男子内心更加确定 眼前这许慕定是隐藏了修为 若是真正的窥灭修士 在这幻真知数下 定然没有分庭抗衡的道理 中年男子双手向前虚空以排 体内原力顺势而出 那些倒卷的沙土立刻相互凝聚 化作一头庞大的沙土仙鹤 在一声惊天动地的鹤里响 山洞翅膀直接冲向后退中的王力 就在这时 远处平地之上 立刻有白光一闪 一个轻易老者幻化而出 老者身影极快 化作一道蚕丝 直奔王力 老者双目露出胸光 双手掐绝之下 两团绿色的火焰凝聚手心 这老者名为神摸子 性格极为谨慎 绝不做任何没有把握知识 即便是在杀玉界内 也是同样如此 当年他在所属修真心 用了数千年的时间 屠杀了无数修士 抢夺了众多的呆药法宝 一直到最终离开 都没有人知晓是他所为 再杀玉界 他更是把这谨慎发挥到了极限 此刻所选择的时机 也是堪称倔强 他根本不怕被亡灵察觉 在前行中体内原力散出 使得四周天底之力 产生大范围的聚变 出现了阵阵扭曲 让亡灵无法省缩的成寸 神摩子眼中杀鸡一闪 整个人如同一道离弦之剑 一声长笑笑 双手向前默然一甩 紫色身影轰来衰落 直奔下方地面而来 这七道紫色身影一一崩溃 最终只剩下一个 这紫色身体正是那鲨鱼界借助 此刻面色苍白 嘴角有鲜血流响 眼中露出震惊 一道红色闪电 从天空的紫屋内降临 其速太快 落下之际却并非是冲向紫发男子 而是闪烁中 直奔那神摩子而去 神摩子面色大变 想要闪躲 但在清水寂静下 他没有闪躲的资格 急净闪电一晃 直接从他胸前穿透而过 老者双目立刻暗淡 肉身砰的一下崩溃 那红色闪电穿透老者身体 没有任何停顿 四周横扫游走一圈 只听砰砰之声不断起伏 在这一刹那 四周绝大部分修士纷纷肉身崩溃 这就是清水寂静之力 亡灵对于那神摩子的灵迹 已经做好了打开本源之力的准备 但此刻清水相助 便不再理会 直奔前方那幻虚子而去 天空中紫屋翻滚 急剧的收缩 最终化作一个拳头大小的雾球 飘在清水的手心之上 在清水的身边 还有一只紫色的雕缝钗子徘徊 清水望向那钗子 目光露出楼河 但当他看向下方鲨鱼界修饰时 眼中楼河消失 取而代之的则是无尽的冷漠 从天空一步踏下 此发男子面色惨白 右臂掐绝立刻向着虚空一致 其整条右臂砰的一声崩溃 化作无数血肉在身前急速旋转 生生地打开了一道缝隙 他没有任何犹豫 身子一化就要钻入裂缝内 把我王七的遗物作为法宝 你等全部都该死 清水说着 抬起右手向着一指 这一指之下 清水口中传出阴森之声 心术 山崩 此言一出 立刻在这鲨鱼界内 大地颤抖 竟然凭空地出现了六座飓风 这六座飓风高两千多丈 在出现的瞬间 便有磅礴微啊弥漫天顶 这六座高耸的山峰 彼此一晃 河六为一 形成了几乎与真实之物 没有任何区别的真正山峰 山顶之上大片黑烟喷出 一道道暗红色的火焰 立刻从山峰内喷藏 这火焰拥有的高温 可以抹灭一切生灵 更是在喷出之时 火焰化作一块块散发黑烟的巨石 从天空狠狠地砸路 大地晃动 如同末日 一片片充满了巨毒的粉尘 更是遮天盖日 使得这天地之间的一切 全部都化作废墟 还有如波涛般的岩浆之浪 从山顶蔓延而下 转眼间 这鲨鱼界内 立刻就充斥了 无尽高温与毁灭性的气息 这岩浆内 蕴含了天地之力 摧毁世间万物 鲨鱼界内的修饰 一些秀为不足者 被那粉尘毒素临身 一个个惨叫中身体枯萎 转眼间就化作血污消失 更有一些 在那岩浆中挣扎 只是这岩浆之温太过强大 即便是他们施展了神通与法宝 仍然难逃此劫 那紫发男子撕开的裂缝 在这山崩之力的冲击下 立刻崩溃瓦解 他面色惨白急速后退 他又碎裂出气的修为 更是施展了那残破的刺控裂法宝 仍然无法与清水对抗 此刻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诉所逃顿 还有那幻须子 面色苍白中放弃了与亡灵斗法 急速后退 眼见亡灵紧追不舍后 那些阿玛一声 将身边的九剑和一向后一抛 他知道亡灵对着九剑在意 想以此撇开亡灵 亡灵双目一闪 放起了追击 右手虚空向前一抓 便把那九把剑全部抓在了手中 这九把剑顿时急剧地挣扎起来 清水瞥了亡灵一眼 随后眼中露出滔天杀气 双手伸开 向上一推 口中低喝 山底崩 清水化雨刚落 从山峰中喷出的火焰与流淌的岩浆 顿时沸腾起来 竟然拔地而起 直冲天际 在这冲起的过程中 轰蓝间崩溃 化作一股难以想象的冲击 弥漫整个鲨鱼界 顿时就十多个修饰惨叫中 被火焰岩浆环绕身子 化作黑灰消散 第二崩 清水再次打赫 整个鲨鱼界巨震 那巨大的山峰顶部 轰蓝崩溃 更多的岩浆与火焰 还有那无尽粉尘 立刻喷出 清水双手掐绝 向那山峰摇摇抑一指 第三崩 在这一刹那 这山峰轰的一声真正的崩溃 无数碎石极持四散 大片的火焰横扫天空 转眼间就把此地天空彻底覆盖 天空 只有火焰 再无任何遗物 随着山峰的崩溃 无尽的岩浆更是如同沿海 化作无数岩浆之浪 瞬息间就占据了所有大地 天空 无尽火焰 大地 岩浆弥漫 在这中间 则是浓浓的剧毒粉尘 一声声惨叫刺气 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 除了紫发男子 与那幻虚子外的一切修饰 全部灭亡 即便是虚幻子 此刻也是原力幻散 眼中露出的亥然 浓郁至极 那紫发男子苦笑中 索性放弃了抵抗 复杂地望着清水 他知道对方暂时没有杀自己的意思 否则的话 刚才在那紫屋内 自己应该就会身亡 杀玉间内的所有建筑 全部融化 再无半点存在 亡灵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幕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山崩竟然具备如此威力 清水大袖一甩 八道荧光立刻颤抖 被生生的孽长一团 扔向亡灵 你既喜欢此物便送你 亡灵赶忙抓住银团 收入储物袋内 清水一晃之下 化作一片黑风横扫 卷起幻虚子 与那紫发男子 向前狠狠一探 立即这鲨鱼界轰的一生 出现了最终的崩溃 这鲨鱼界本就是建立在 当年仙界的一处裂缝空间内 此刻随着空间的坍塌 鲨鱼界化作无数碎片 被虚无吞噬 清水脚下 立即便有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 他的身子沉入其内 向亡灵略一点头 缓缓说道 我还有事情要做 许墨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会相见 你豪自为之 说着 他整个人沉入漩涡 带着幻虚子 以此发修饰消失不见 亡灵沉默同样一步踏出 进入漩涡 离开了这崩溃的鲨鱼界 清空中亡灵身影幻化而出 他长叹一声回头看向远处 许久之后 亡灵身子一晃 融入虚无 向着天运星所在之处挪一而去 远处目光不及之地 清水平静地向前迈去 在他的身后 虚幻子以此发修饰二人神色没落 紧紧地跟随 在二人眉心之上 闪烁着仙界独特之意 奴役 清水的手中 哪有一物 此物正是那紫色的差子 望着此物 清水眼中渐渐柔和 指示着柔和 却蕴含了一股悲伤与思念 清水一生 只流过两次泪 第一次 是清水国被灭 父母身亡 他一个小小修士 九死一生逃离时 那种悲愤欲绝之感 让他流下了眼泪 第二次 则是在雷仙界自身癫狂 亲手杀了 至爱之人后 清醒 悔恨的泪 这只钗子 勾起了清水无尽的 悔与思绪 他一直记得 那是在自己成为 白凡弟子的当天 他把这个钗子 送给了道理 他一直也忘记不了 那幸福的一目 内心一阵刺痛 清水的眼角 流下了这一声 第三次泪水 记忆就如同掌心的水 慢慢的顺着指缝流下 那冰冷的感觉 让人一直无法遗忘 不经意间的响起 悲伤的思绪 便可以将自己淹没 清水的眼前 浮现出了往昔的一幕 那死去的七子双目 暗淡无神中 右手上却一直握着 这只钗子 钗子的肩 停留在女人的心口 深深的刺入在内 鲜血顺着钗子流下 滴落一地 为了不让清醒之后的 清水悲愤内疚 这女子 在清水癫狂出手的瞬间 在清水的面前 含笑自觉 她那柔和带着眷恋的目光 透出浓浓的不舍 脸上的微笑 更是一种无声的哭泣 化作了一股 让清水清醒的力量 那时的清水 就是在这样的一幕下 清醒过来 清水目中露出悲哀 喃喃道 寒烟 你放心 我会找出一切的原因 星空中 亡灵身影如虚幻般穿梭而过 她并非直接前往天云西 而是以心神之中的感应 默默地寻找雷吉 大头童子与塔山三人 当初乱战之中 亡灵无暇顾及着他们 事后更是竟虚无 失去了踪迹 从虚无出来后 一直到现在 才有了闲响 甚至就连塔山 大战之后也失去了联系 只不过她与塔山之间 有些未封印存在 感知之下 倒也不难寻到其踪迹 亡灵记得 在那大战中 三人并未受到波及 此刻她避着双目 神石散开 许久之后 隐约感受到在东方 有一次熟悉的波动 亡灵神色平静 睁开双眼向前一步迈出 脚下波纹回荡中 她的身影消失在了星空 在亡灵东方的遥远之处 有一颗缓慢飘形的巨大石块 这石块显然是一个 修真心崩溃时 碎裂分割而出 并不归正 飘航中更是有一些 细小的碎末脱落 在外围 还有微弱的法力波动 这石块看起来很是寻常 在星空下 这样的石块实在是太多 并不会有人特别注意 塔山盘西隐藏在这石块的内部 一动不动 她自从与亡灵失去了联系后 内心顿时茫然起来 在察觉亡灵不在后 下意识地找到了这颗巨石 融入其内盘西坐下 静静地打坐 这一日 打坐中的塔山猛地张开双目 眼中一片平静 不及半点波澜 身子一晃之下 便从这巨石内走出 站在了巨石之上 在她的前方 星空中出现大片波纹 亡灵一步走出 塔山看到亡灵 神色没有半点变化 只是露出宫颈之色 亡灵脸上露出微笑 向着塔山一招手 塔山立即向前踏出一步 化作一片虚影 融入亡灵身后消失不见 亡灵闭上双眼 默默地感受大头的印记 许久 她眉头一皱 一步迈向星空 在波纹中身影化作虚无 星空中 有一个庞大的身影 迈着大步及驰 一道道满是血迹的伤口弥漫其身 更是随着此人每一次的脉步 都会正列很多 流出大片的鲜血 几乎每一步 都有鲜血流下 最为恐怖的 则是此人的背部脊骨处 从第一节至第七节 每一节之上都有一个深坑 散发阴森的绿芒 除此之外 在此人身上的其他骨峰交接之处 每一个地方都有深坑绿芒 密密麻麻之下 竟有不下术士之多 在此人肩上 还有一个面色极为苍白的修士 这修士身子怪异 头大如斗 但身子却是极为瘦弱 在这大头修士的后心 一个黑色的手印 散发一股恶丑之味 更有丝丝黑烟 从那手印内飘出 除此之外 在这大头修士背部的血肉 更是深深的凹陷下去 以极快的速度在腐烂 若非是此人一直以原力抵抗 怕是早就痛得昏死过去 雷吉 你放开我 独自离开去吧 大头修士嘴角流出黑色的鲜血 双目黯淡中失去了一切光泽 那庞大的身影沉默中速度更快 许久 便有嗡嗡的声音传出 大头 你是为了救我才被人打伤 我雷吉身为巨魔族之人 岂能把你抛下 况且即便是独自离开 那些追兵就不会追击我了吗 他们的目标 是我 你千万要再说 运功疗伤为主 大头修士苦笑 望着前方的星空 眼中越加暗淡 他好似看到了多年前家族中的母亲 母亲没有责骂他 而是带着柔和的目光 再向自己召唤 大头一股死气在其身上弥漫 他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家族 看到了那数百年中被他所杀之人 这些人一个个在前方出现 冷冷地盯着自己 大头身子一抖 他感觉很冷 这种冷不仅是身体 更多的是心神的孤单 而使得记忆不断地浮现 大头的背上 那黑色手应恶丑之味更浓 弥漫之下 大头的整个背部几乎一片漆黑 他的双目 缓缓地闭上 好似被寒冷弥漫 渐渐地就要失去所有的意识 在大头修士将要闭目的刹那 雷吉的大吼如同雷鸣传入大头耳中 大头 坚持住 我相信主人一定会来寻找我们 大头身子一颤 勉强睁开双眼 露出苦笑 在雷吉身后 有两个千丈身影紧追不断 这两个身影如同巨人 迈开大步追击而来 在这两个巨人眉心 均都是一个斧头的印记闪烁不断 这二人脸上露出兵了 眼中蕴含了杀鸡 在其中一个巨人的头顶 盘西做了一个青年 这青年身穿阑珊 样子极为英俊 只是却有一丝邪意之感 他并未完全盘西 而是斜靠在后面 手里拿着一串赤红的樱桃小果 十二方在口中吃上一个 看向前方雷吉的目光 充满了戏弄与志在必顿 本少爷看中的肉身 在这连猛星日 还从来没有可以逃过着 没想到出来游玩一番 竟然也能遇到巨魔族皇族的肉身 不错不错 青年吃了一口樱桃 脸上露出微笑 张口一吐 顿时那樱桃壶直接吐出 化作一道长红直奔雷吉而去 那樱桃壶速度太快 转眼间就追上雷吉 在临近的刹那 横的一声化作一个绿色的骷髅 咆哮终于向雷吉击骨第八截 但就在这绿芒骷髅 就要印下的刹那 却是有一只手从虚物中伸出 一把抓住骷髅 狠狠的一念 横的一声就把那骷髅捏爆 雷吉背后拨文回荡 一个阴冷的声音传出 你好大的狗胆 敢上我作戏扑从 雷吉身子一颤 猛的回头 大头双目默然睁开 露出难以想象的惊喜 这子一青年到底是什么人 竟敢如此细血往林扑从 这青年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下场 且看下回分界 点击关注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